这会儿,太阳就会把手好好晒干的。 他想,他不会再抽筋了,除非夜里太冷,不知道这一夜会发生什么事儿。 一架飞机在他头上飞过,正寻着航线飞向迈阿密。 他看着他的影子惊起成群成群的飞鱼。 有这么多的飞鱼,这里该有蹊跷啊! 他说,倒身向后靠在吊锁上,看能不能把那鱼拉过来一点儿。 但是不行,吊锁照样紧绷着,上面抖动的水珠都快蹦断了。 船缓缓地前行,他紧盯着飞机直到看不见为止。 坐在飞机里,一定感觉很怪。 他想,不知道从那么高的地方朝下往海是什么样子。 要不是飞得太高,他们一定能看清楚这条鱼的。 我希望,在两百英勋的高度飞得极慢极慢,从空中看雨。 在补海归的船上,我待在围顶横横上。 即使从那样的高度,也能看到不少东西。 从那里朝下望,祈求的颜色更绿。 你能看清他们身上的条纹和紫色斑点。 你可以看见,他们整整一群在游水。 怎么搞的? 凡是在深暗的水流中游得很快的鱼,都有紫色的背脊。 一般还有紫色条纹或斑点。 祈求在水里,当然看上去是绿色的,因为他们实在是金黄色的。 但是,当他们饿得慌,想吃东西的时候,身子两侧就会出现紫色条纹。 就像大马鱼鱼那样。 是因为愤怒,还是游得太快,才使这些条纹显露出来的呢。 就在断黑之前,老人和船经过好大一片马尾走。 他在风浪很小的海面上动荡着,仿佛海洋正通什么东西在一条黄色的毯子下作爱。 这时,他那根细的吊丝给一条祈求咬住了。 他第一次看见,他是在他跳出水面的当,在最后一线阳光中呈真金色。 他在空中弯起身子,疯狂地扑打着。 他惊慌地一次次跃出水面,像在做杂技表演。 他便慢慢地挪动身子,回到船上蹲下,用右手和右臂攥着那根粗吊锁,用左手把祈求往回拉。 每收回一段吊锁,就用光着的左脚踩住。 等到这条带紫色斑点的金光灿烂的鱼给拉到了船烧边,绝望地左右乱窜乱跳时,老人探出身去,把他拎到船烧上。 他的嘴被吊钩挂住了,抽搐地动着,急促地连连咬着吊钩,还用他那长耳扁的身体,尾巴和脑袋拍打着船底。 直到他用木棍打了他一下,金光闪亮的脑袋,他才抖了一下,不动了。 老人把吊钩从鱼嘴里拔出来,重新安上一条沙定鱼座儿,把他甩进海里。 然后他挪动身子,慢慢地回到船头。 他洗的左手在裤腿上擦干,跟着他把那根粗吊锁从右手挪到左手。 在海里洗的右手,同时望着太阳沉到海里,还望着那根斜入水中的粗吊锁。 那鱼还是老样子,一点儿也没变。 他说。 但是他注视着海水如何拍打在他手上,发觉船走得显然慢些了。 我来把这两支架交叉绑在船上,这样在夜里能使那鱼慢下来。 他说。 他能熬夜,我也能。 最好稍等一会儿,才把这气球开趟泡肚。 这样可以让鲜血流在鱼肉里。 他想。 我可以等一会儿再干,眼下且把蒋扎起来,在水里拖着增加阻力。 眼下还是让鱼安静些的好。 在日落时分别去过分惊动的。 对所有的鱼来说,太阳落下去的时分都是难熬的。 他把手举起来晾干了,然后攥住吊锁,尽量放松身子,听任自己被拖向前去。 身子贴在木船弦上,这样船承担的压力和他自己承担的一样大,也许更大些。 我渐渐学会该怎么做了。 他想。 反正至少在这一方面是如此。 再说,别忘了他摇耳以来还没吃过东西呢。 而且他身子庞大,需要很多的食物。 我已经把这整条金枪鱼吃了,明天我将吃那条奇丘。 他管它叫黄金鱼。 也许我该再把它开堂清肠时吃上一点。 它比那条金枪鱼要难吃些。 不过话得说回来,干什么都不容易。 你觉得怎么样? 鱼啊。 他开口问。 我觉得很好过。 我左手已经好转了。 我有可供一夜和一个白天吃的食物。 拖着这船吧,鱼啊。 他并不真正觉得好过。 因为吊锁勒在背上,疼痛的几乎超出了能忍痛的极限,进入了一种使他不放心的麻木状态。 不过,比这更糟的事儿我也曾碰到过。 他想。 我一只手紧紧割破了一点儿。 另一只手的抽筋已经好了。 我的两腿都很管用。 再说,眼下在补给营养方面,我也比他占优势。 这时天黑了。 因为在九月里,太阳一落,天马上就黑下来。 他背靠着船头上给磨损的木船弦,尽量休息个够。 第一批星星露面了。 他不知道其中有一颗叫伸素7的。 但是看到了它,就知道其他星星不久都要露面。 他又有这些遥远的朋友来作伴了。 这条鱼也是我的朋友。 他说出声来。 我从没见过或听说过这样的鱼。 不过,我必须把它弄死。 我很高兴,我们不必去弄死那些星星。 想想想看,如果人必须每天去弄死月亮,那该多早。 他想。 月亮会逃走的。 不过想想看。 如果人必须每天去弄死太阳,那又怎么样? 我们总算生来还是幸运的。 他想。 。 于是,他替这条没东西吃的大鱼感到伤心。 但是,要杀死他的决心绝对没有因为替他伤心而减弱。 他能供多少人吃啊? 他想。 他想。 可是他们配吃他吗? 不配? 当然不配。 凭他的举止风度和他的高度尊严来看,谁也不配吃他。 我弄不懂这些事。 他想。 可是我们不必去弄死太阳或月亮或星星,这倒是好事。 在海上过日子,弄死我们真正的兄弟,已经够我们受的了。 现在。 他想。 我该考虑考虑那在水里拖着的障碍物了。 这玩意儿,有它的危险,也有它的好处。 如果鱼使劲的拉,增加阻力的那两把桨在原处并不松动,船不像从前那样轻的话,我可能会被鱼拖走好长的钓索,并且会让它跑了。 保持船身轻,会延长我们双方的痛苦。 但这是我的安全所在。 因为这鱼能游得很快,这本领至今尚未使出来。 不管出什么事儿,我必须把这祈求开腾抛肚,免得坏掉。 并且吃一点儿,长长力气。 现在,我要再休息一个钟点儿。 等我感到雨稳定的下来,才回到船上去干这事儿,并决定对策。 在这段时间里,我可以看它怎样行动,是否有什么变化。 把那两把桨放在那儿,是个好计策。 不过,已经到了该安全行驶的时候了。 这鱼依旧很厉害。 我见过那吊钩挂在他的嘴角,他把嘴闭得紧紧的。 吊钩的折磨,算不上什么。 饥饿的折磨,加上还得对付他这不了解的对手,才是天大的麻烦啊。 休息吧,老家伙。 让他去看他的事儿,等轮到该你干的时候再说。 他自以为已经休息了两个钟点。 月亮要等到很晚才爬上来,他没法判断时间。 实在,他并没有好好休息,只能说是多少歇了一会儿。 他肩上依旧承受着鱼的拉力。 不过,他把左手按在船头的弦上,把对抗鱼的拉力的任务,越来越让小帆船本身来承担了。 …… 要是能把吊锁拴住,那事情会变得多简单呢? 他想。 可是,只消鱼稍微弯一弯,就能把吊锁绷断。 我必须用自己的身子来缓冲着吊锁的拉力,随时准备用双手放出吊锁。 …… 不过,你还没睡觉呢,老头儿。 他说出声来,已经熬过了半个白天和一夜,现在又是一个白天,可你一直没睡觉。 …… ……你必须想个办法,趁于安静稳定的时候,睡上一会儿。 如果你不睡觉,你会搞得脑筋糊涂起来。 ……我脑筋够清醒的。 他想。 ……太清醒了。 我跟星星一样清醒。 他们是我的兄弟。 不过,我还是必须睡觉。 ……他们睡觉。 ……月亮和太阳都睡觉。 连海洋有时候也睡觉。 那是在某些没有激浪、平静无波的日子里。 ……可别忘了睡觉。 他想。 ……强迫你自己睡觉。 想出些简单而稳妥的办法来安排那些吊锁。 ……现在回到船梢去处理那条七丘吧。 ……如果你一定要睡觉的话,把奖绑起来拖在水里,可就太危险了。 ……我不睡觉也能行。 ……他对自己说。 ……不过,不过这太危险了。 ……他用双手双膝爬回船上,小心避免猛地惊动那条鱼。 ……他也许正是半睡半醒的。 ……他想。 ……可是我不想让他休息,必须要他拖曳着一直到死去。 ……回到了船梢,他转身让左手攥住紧勒在肩上的吊锁,用右手从刀鞘中拔出刀子。 ……星星这时很明亮。 ……他清楚地看见那条七丘,就把刀刃扎进他的头部,把它从船梢下拉出来。 ……他用一只脚踩在鱼身上,从钢门朝上,梳的一刀直抛着他下颗的尖端。 ……然后他放下刀子,用右手掏出内脏,掏个干净,把腮也干脆拉下。 ……他觉得鱼味在他手里重点点滑溜溜的,就把它剖开。 ……里面有两条小飞鱼,它们还很新鲜,坚实。 ……他把它们并排放下,把内脏和鱼鳃从船梢扔进水中。 ……它们沉下去时,在水中拖出一道灵光。 ……其秋是冰冷的,这时在星光里,显得像麻风病人般灰白。 ……老人用右脚踩住鱼头,包下鱼身上一边的皮。 ……然后他把鱼翻转过来,包掉另一边的皮,把鱼身两边的肉从头到尾割下。 ……他把鱼骨悄悄地丢到弦外,注意看它会不会在水里打转。 ……但是只看到它慢慢沉下时的灵光。 ……跟着,它转过身来,把两条飞鱼夹在那两片鱼肉中间,把刀子插进刀鞘,慢慢挪动身子,回到船头。 ……他被钓锁上的分量,拉得弯了腰,右手拿着鱼肉。 ……回到船头后,他把两片鱼肉摊在船板上,旁边割着飞鱼。 ……然后,他把勒在肩上的吊锁换一个地方,又用左手攥住了吊锁,手搁在船弦上。 ……接着,他从船弦探出身去,把飞鱼在水里洗一洗,留意着水冲击在他手上有多快。 ……他的手因为包了鱼皮而发出灵光。 ……他仔细查看水流怎样冲击他的手。 ……水流并不那么有力了。 ……当他把手的侧面在小帆船船板上擦着的时候,星星点点的林志飘浮开去,慢慢朝船梢飘去。 ……他越来越累了,要不就是在休息。 老人说。 ……现在,我来把这祈求全吃了,休息一下,睡一会儿吧。 ……在星光下,在越来越冷的夜色里,他把一盘祈求肉吃了一半,还吃了一条已经拔去内脏,切掉脑袋的飞鱼。 ……祈求煮熟了吃,味道太鲜美啊。 ……他说:"生吃可难吃死了,以后不带盐或酸成,我绝对不再登船了。 ……如果我有头脑,我会整天不断把海水破在船头上,等它干了,就会有盐了。 ……他想:"不过,话得说回来,我是直到太阳快落山时,才钓到这条祈求的。 ……但毕竟是准备工作做得不足。 ……然而,我把它全细细咀嚼后吃下去了,没有恶心作呕。 ……东方天空中布满了云,他认识的星星一颗颗的不见了。 ……他眼下仿佛正使进一个云彩的大峡谷。 ……风已经停了。 ……三四天内,会有坏天气。 ……他说。 ……但是,今晚和明天还不要紧。 ……现在来安排一下老家伙,睡他一会儿,趁着鱼正安静而稳定的时候。 ……他把吊锁紧握在右手里,然后拿大腿抵住了右手,把全身的重量压在船头的木板上。 ……跟着他把累在肩上的吊锁,一下一点儿,用左手撑住了吊锁。 ……只要吊锁给撑紧着,我的右手就能握住它。 ……他想。 ……如果我睡着使它松了,朝外溜去,我的左手会把我弄醒的。 ……这对右手是很吃重的。 ……但是,它是吃惯了苦的。 ……哪怕我能睡着二十分钟或者半个钟点也是好的。 ……他把整个身子朝前夹住吊锁,把全身的重量放在右手上。 ……于是,它入睡了。 感谢观看